音樂 當小狼孩提的那隻虎視眈眈的小貓回家時 我們心中充滿了猶豫 我們從未飼養過貓咪 也沒有對養寵物抱有太大的興趣 岳母也在告誡我們家中不適合飼養寵物 特別是一隻流浪貓 但是看中那隻無助的小貓 彷彿看見牠眼中的渴望 我們決定暫時照顧牠 帶小貓去看獸醫的那一天 牠被檢查後證實很健康 獸醫和護士們笑著說牠除了稍微胖了些 沒有其他問題 聽到這樣的回應 我們都感到欣慰 此刻 小貓已完全融入我們的生活 牠不僅是一隻寵物 更像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家庭成員 每當我們放學或下班回家時 牠總是在門口等候 發出撒嬌的喵喵聲 可能是想要吃東西了 牠的存在給了我們生活無盡的樂趣和驚喜 太太開始為牠準備小窩 玩具和各種美味的零食 我們也學習如何照顧小貓 關心牠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每天我們都花時間陪伴牠 和牠一起玩耍 餵食 撫摸 甚至與牠交流 小貓的成長和轉變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 也拉近了家人之間的情感距離 或許一開始我們對於養貓的抉擇有所遲疑 但現在我們已深深喜歡上這個小傢伙 牠給了我們無限的快樂和溫暖 我們也樂意給予牠更多的愛和照顧 或許將來我們會把牠交給老師 但此刻牠已經成為了我們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看住小貓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每天都被牠帶來的喜悅所感染 牠敏捷的動作和無邪的眼神眾人讓我們心聲溫暖 在牠的陪伴下 我們學會了更多關於愛與責任的重要性 太太總是不厭其煩地照料著小貓 居於牠最好的關愛和照顧 牠總是在牠旁邊低聲細語 為牠取了個名字 褲羅 因為牠有著全身黑色的毛色 這個名字立刻成為了我們家人間的共同語言 也成為了褲羅與我們之間深厚的情感紐帶 每當褲羅睡在我們身邊時 牠帶來的平靜和溫暖填滿了整個房間 我們在家中設置了一個專屬於牠的角落 有著舒適的小窩和各種玩具 這也讓我們了解到洋寵物所需的準備和照顧 並且體會到與褲羅相處的愉快 牠的成長不僅僅是個人的變化 也是我們全家的成長 透過與褲羅的互動 我們學會了更多關於愛和包容的重要性 即便曾經有過對於羊貓的猶豫 但現在 褲羅已經成為了我們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呼羅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天 都成為了一頓美好的回憶 無論是他蹦蹦跳跳的玩耍模樣 還是在我們身邊打斷的溫馨場景 都讓我們感到無比的幸福與滿足 我們努力給予庫羅最好的照顧 給他提供溫馨的家庭環境 並用愛和耐心來教導他如何成長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不斷地學習 體會到與庫羅相處所帶來的愉悅和感動 他在特別喜歡和庫羅玩耍 有時候會退役準備各種有趣的遊戲 他總是樂此不疲的參與其中 這樣的時刻讓我們感受到家庭的溫馨和幸福 庫羅也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亮點 他不僅僅是一隻可愛的寵物 更是我們生活中的陽光 無論是早晨的陽光灑進窗戶 照亮他的毛髮 還是晚上他總是跑到我們腳邊撒嬌或是亂搖 都讓我們感到滿懷溫情和喜悅 都讓我們感到滿懷溫情和喜悅 或許有一天我們會將庫羅交給老師 但這段與他相處的時光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他帶給了我們無盡的歡樂和感動 也讓我們體會到愛和責任的意義 讓我們深深感謝這個小生命帶來的美好 跟庫羅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珍貴的 如果你在一起出水餐的唉唐我熊野 水餐水餐櫃 一起灑進去 增長直接浸泳 這是白色水餐櫃 在白色水餐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